接下來要跟各位談的是光與顏色 這個在我們的基測學測會考 考過很多遍都跟他考相關的內容 很多遍 基本上要有光線進到你的眼睛才看得見東西 你能夠看見東西就是有光進到你的眼中 那麼什麼樣顏色的光進到你的眼睛 你就看到什麼樣的顏色 所以我們說你看到顏色就是物體反射或透色可見光的顏色 就是你所看到的顏色 那紅色的紙之所以是紅色 因為它只反射紅光吸收其他光 考試就考這件事情 OK 紅色是因為它只反射紅色吸收其他 這是紙不透明的 如果是綠玻璃是透明的 就是它只讓綠色光穿過其他光吸收 所以你看它就是綠色的 剛剛講過了 你看到的顏色就是它反射或透色可見光的顏色 這是你所看到的顏色 OK 那麼黑色就是所有的光都被吸收 白色就是所有的光都會反射 白色就是所有的光都會反射 所以所有的光都吸收就黑了 所以沒有黑光 沒有黑光這種光 黑色就是沒有光 黑色就是沒有光 然後白色就是反射所有光 然後白色就是反射所有光 就是我們的考試就考這個內容 OK 各種考法 那其實人的眼睛有自己的構造 我們上課解釋過了 由於視網膜構造的關係 所以我們只三種顏色就可以組合出所有我們看到的顏色 就是紅藍綠 那這個稱之為光的三原色 用這三個就可以組合出所有的顏色 紅藍綠 我們剛才有給各位做示範的實驗 讓各位看到這個狀況 對上這個東西 紅藍綠 然後呢紅光加綠光會變成黃光 也就是說我如何讓你看到黃色 一真的發黃光 二我讓紅光跟綠光同時讓你的眼睛 你以為它就是黃色 那麼紅黃色按陽紅 有人說紫啦 然後青色 然後全部混在一起就是白色 白色 就它的三原色的圖就長這樣 它反過來會變成顏料的三原色 好 那所有會發光的 所有會發光的 讓你看見所有色彩的 基本上就是利用這個所謂的光的三原色 所以電視機裡面也是這三個顏色 你電腦螢幕也是這三個顏色 透過這三個顏色組合出所有你看到的顏色 那麼在美術老師的推銷彩度跟彼度的問題 我們在理化課沒有扯這麼多 我們都會假設是百分之百的紅 百分之百的藍 然後百分之百的吸收 百分之百的反射 我們都讓大家來做題目的 但是美術老師就會跟你講說 什麼彩度比度的問題 OK 那剛剛還有一個顏料三原色 剛剛它反過來 陽紅青跟黃 剛才的光的三原色 算是所謂的加法 紅光加上綠光變成黃光 這個字算是減法 它把光吸收掉 吸收掉 少掉 所以 黃原色等於紅色加綠色 陽紅色等於紅色加藍色 那麼它只有 它把別的都吸掉 只有紅跟綠 把別的都吸掉 只有紅跟藍 所以兩個陽紅加黃合成是紅色 就是紅色 那麼如果你把所有的顏色都混在一起 就變成黑的 因為所有的光都被吸收掉 所以這樣比較像減法 比較像減法 上面寫的黃色顏料有紅光綠光 吸收其他 青色顏料有藍光綠光吸收其他 所以兩個混在一起 就只有綠光會被反射 就會變成綠色 綠色就是所謂的顏料三原色 我們考試的時候比較少考顏料三原色 但是也請你看一下 請你看一下 好 所有的光都混在一起 就會變成的是黑的 所有的光混在一塊 就會變成的是黑色 就會變成黑的 OK 好 所有的光都會混在一起 這又是我們的顏料三原色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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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